下个月将在台中举办的F1赛车展演 15号开放购票后 在网路上开始出现许多黄牛票 以最好的位置能看到特技表演的区域 价格轰抬到3500元 最便宜的则是2900元 卖家还特别说明买两张以上的话 位置一定是联号在一起的 借此引用民众想购买 不过实际上F1赛车展演的门票 没有号码也不需对号入座 网路上所贩售的黄牛票 眼前一看就是诈骗 警方掌握一名新竹的嫌犯 迟搜索票逮捕 什么通缉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有 我知道有但是我不知道哪一条 诈其通缉我知道 明定若涉嫌贩卖黄牛票 将属每张票券面的最高50倍罚款 若使用假资料 或大量设备等不正当方式抢票 导致侵害民众公民取得票券机会 为了杜绝黄牛票贩售 立法院去年通过运动产宴发展条例 贩卖黄牛票可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宾科三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警方逮捕贩卖黄牛票的嫌犯 移送台中地检署证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